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老师说 不过最重要的是 你们要在卡片上写 生日快乐 她在黑板上写下了这几个字 糟了 爱飞想 她没想到需要写字 爱飞专注地盯着黑板 她拿起铅笔 小心翼翼地开始写 可是 她写出来的字 上下左右颠颠倒倒 有的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字 我不会 爱飞想 毛老师继续在黑板上写更多的字 她边写边念 送给 许 利 普 校 长 这太困难了 爱飞看看杰克 她正忙着写她的卡片 她看看露西 她也在写她的卡片 汤米已经写完了 正在签名呢 爱飞的掌心开始冒汗 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得很大声 她很想请毛老师帮忙 可是她想 大家一定会笑我 爱飞感觉很难受 好像有一根大木头汤匙在嚼她的胃 她连名字也写得模模糊糊 下课的时候 爱飞什么都不想玩 她很努力地忍住不哭 杰克问 你为什么这么难过 爱飞说 你保证不告诉别人 杰克点点头 爱飞把写得上下左右 颠颠倒倒的字给她看 只有我不会写字 她说完 一大颗眼泪滑下脸颊 爱飞 不要哭嘛 杰克说 你有找毛老师帮忙吗 我不敢 爱飞说 大家会嘲笑我 不会啦 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忙啊 杰克说 上课时 爱飞觉得自己更勇敢了一点 她深呼吸 然后开口请毛老师帮忙 没有人嘲笑她 我很高兴你来告诉我 毛老师说 老师我也不会写 咪咪说 于是 毛老师温柔的示范给他们看 经过很多很多很多次的练习以后 渐渐的 爱飞和咪咪写出来的字 上下左右完全正确 太棒了 毛老师说 爱飞很高兴 也为自己感到骄傲 她很想赶快把卡片送给史丽普校长 史丽普校长 祝你生日快乐 爱飞说 哦 好棒的图画呀 史丽普校长惊呼 你看里面 爱飞说 全都是我自己写的 哎呦 写得真好 史丽普校长 大声地赞赏 这时大家开始唱 祝你生日快乐 爱飞也扯着嗓门大声地唱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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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咪也是 不过 偶尔也有例外啦 小朋友 其实写字并不难 对不对 多练习 多练习 多多练习 只要你多练习 你就会写得越来越好哦 还记得今天的英文单字吗 写的英文单字是什么 对 对 就是write 那写字呢 对 就是writing Yoyo Story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